钟雄太喜欢欧阳春和志华 这才提议 跟二位冲为磕头 拔败结交 咱们皆为拔兄弟 你们二位看如何 呃 欧阳春一看这不好办 钟雄现在是反叛 将来朝廷怎么样治罪 还很难说 但是他做不了主 看志华 这种事儿 志华都有主意 再看贺妖狐 马上点头就答应了 大帅 既然愿意跟我们冲北磕头 我们哥俩求之不得 咋好 咱们就一言决定 钟雄一听可乐坏 九席撤下 就在中平大厅排摆相岸 正中央共生刘关章的神位 三个人刚换衣服 跪倒在岸前 一报岁数 钟雄老大 欧阳春老二 志华老三 但是志华和北侠 涛厌一看 钟雄面带前程 他是真心 把相望空中一曲 嘴里面面有刺 说钟雄 欧阳春 志华在下 过往的神佛在上 我三人 愿意冲北磕头 皆为金兰之好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俘获一顾 始终不变心 如有口不应心之处 临为不得善终 钟雄起完了誓 把胳膊摞起来 用匕首刀 刺破了一块 鲜血 滴得到酒里头 志华和北侠也是如此 两个人说完了这套词 但是心里头在默默的说 不算 不算 你说这么有意思吗 古人相信迷信 在神前说了话了 那就有硬件 怎么办呢 心里得说不算 说这个跟做的两把事 就好像这样 神仙就不能怪他们了 说来这事怪可笑的 煞血威猛 饮了血酒 欧阳春跟志华给钟雄喝了头 钟雄把天赋寨主找上来 又给两位心头领见了礼 马上传令全山祝贺 瓶酒 瓶酒放肉 全发起来 人以石为天 谁不爱改善生活 整个军山 热闹得不得了 这钟雄 要把欧阳春 志华 领进内宅 见他媳妇 钟雄的媳妇姓江 江氏夫人 也是知书懂礼的人 钟雄呢 还有一儿一女 姑娘大叫雅男 儿子小叫钟林 您别把这钟林小瞧了 到了后文书小五义 钟林出世 这人掌中手使一条五金龙虎棍 外人送号日月分行小太宝 单棍角中经 可了不起呀 现在呢 这钟林还小 才十四岁 雅男才十六岁 等飞察大帅 把这哥俩领进来 跟夫人一介绍 欧阳春跟志华 规规矩矩 给大嫂磕头 把江氏扫个大红脸 二位贤弟 免礼听伸 哎哟 我听说了 你哥哥 要有你们这么好的帮手 我也就放心了 在内宅设宴 然后又把钟林雅男叫过来 给两位蒙叔建立 实话一看心里不是滋味啊 为什么 这是假的 欺骗钟雄呢 早晚有一天 军兵要一来的 就抄了军山 钟雄这一家子 全都是犯人 这俩孩子长得多水了 连这位蒙嫂 都得跟着掉脑袋呀 哎呀 志华又一想啊 人心都是肉长的 怎么能想方设法 劝说钟雄投降 他要弃难投名 再立点功 就能免去死罪 这一家子就保住命了 志华心里是这么想的 当酒席宴会散了 哥两个到了前厅 转过来第二天 钟雄宣布 把债主们都找出来了 大小头目也全都找来了 说从今以后 我们军山有三位头领 我是一个 欧阳春 第二名 第三就是志华 另外让志华 参赞军机 总统军务 帮着钟雄这忙 这就叫授权典礼 大小头目篇幅债主 哪个敢不尊呢 宣布完了 给北侠志华 安排住处 这哥俩就算住在这儿 志华呢 闲暇之余 背着钟雄 不知道 偷偷赶奔军山的后山 陈其旺 见着那路斌和鲁英 让他们赶紧找着蒋素爷 把我们哥俩的情况 跟他说明白 另外志华告诉 现在我们已经安了根了 下一步 就是怎么把人手凑齐了 攻打军山 志华还给蒋平留了封信 然后他又回到军山 过的日子不多 蒋平把柳青醒来了 陈其旺这是个联络点 到这儿见着路斌鲁英 发现了贺瑶湖的信 蒋平心动大喜 嘿嘿 黑狐狸是真有两下 打入内部果然成功了 嗯 看我的 蒋平 借着这热乎气 又定了一条计策 因为这钟雄 不是好对付 光北侠和志华不行 得多派点人 日子不多 有个人敢被山上报名 谁呢 白面判官柳青 要到军山入伙 钟雄非常高兴 跟北侠和志华一商议 这两个人说行了 我们太欢迎了 大哥 应当总览天下的闲事 不来高人 咱们难成大事 就这么列队相迎 把柳青接上来 又过了两天 有人上山入伙 谁呢 君州卧湖沟的铁面 金刚沙龙 没过两天 又来人了 谁呀 二侠兵照会 我忠雄乐 心说没有梧桐树 也不来凤凰 自从欧阳春 志华这一到我的军山 天下成名的剑侠都来了 后来听过志华和北侠的劝说 又在鬼烟村 把南侠给放出来 南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进了大厅 你看花 怎么都在这 志华处得一失眼色 南侠明白了 当着忠雄的面 和志华这顿白话 咱老爷长 咱老爷短 你应当看清形势 忠太宝是交朋友的人 我们全都投奔了 你干脆也投成就得了 宝四地人总有什么用 包黑子给了你什么好处 哪如咱们弟兄在一起盘踞 将来大乘分金 小乘分银 得了天下平分疆土 何乐不为呢 这么一说 南侠明白 这也倒戈投降 至此 七雄聚会啊 忠雄又提 说咱们七个人 再磕一回头 这磕头就是拉动人的手段 志华点头 七雄大结败 就磕了头了 这回按照顺序 往下一排呢 头一个铁面金刚沙龙 第二个 忠雄 第三就是欧阳春 第四就是刘青 第五就是志华 第六就是南侠 第七就是兵照会 这是按岁数生日 往下排 又到内宅 给蒙嫂见礼 又见着钟林和亚南 咱们书说简断 一日凉 两日三 官兵啊 就慢慢的开道了 在武汉三镇 接近兵马三万余人 准备了战船 准备了陆军 打算一举 把军山剿灭 蒋平把这消息 透露给志华 定的这个日期 就是年三十和大年初一 这两天就下手 志华一算计 日期破晋了 怎么办呢 背着钟雄不知道 这哥六个开了个会 志华体 说钟雄只能治一福 不能治一死 我的意思 把这一家的这命 全保住 大家也一致同意 认为这些日子相处 发现钟雄这人真好 这样能把他争取过来 是国家有用的人才 再者一说钟雄 为什么造反 事出有因 被奸臣党道给逼的 这个人的品质 还是相当好的 另外把钟雄收降 就等于砍掉 到襄阳帮造学的 左膀右臂 这哥几个都同意了 志华呢 又找了个机会 通知蒋平 蒋子也一听 甚是有理 也同意了 这个方案就这么定下来 问题是怎样采取行动 志华呢 经过密谋研究 决定先把钟雄俘虏 抓个活的 然后呢 把他在军山弄出来 如果他在军山 周围都是他的人 有八八六十四寨的寨徒 这玩意难呢 把老虎能弄得离开山 怎么摆弄 怎么是呢 但是怎样把钟雄 能在军山弄出去呢 这玩意不喝废脑筋呢 咱们单说这一天 到了三十 今年的冬天 还特别特别冷 本来这个地方很少下雪 不知今年为什么这么反常 摩毛大雪满天飞 冻亭湖整个风洞 放眼一看 此外是阎白的世界 钟雄还一点都不知道呢 心里的美 自逢智化北辖上山 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 军山发生了变化 来了这么多的高人 这是最值得庆贺 俗话说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啊 那兵算什么 挑起大旗就有报名的 主要当将财的 这玩意可是宝贝 你看现在我们哥提个了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 何愁大事不成呢 来年春天 我再贴出朝鲜榜 不惜重金招聘 人才 我这军山早晚必成大事 我呀 就不听襄阳王的了 我自己就独立了 钟雄就光想着美事 他没提防 周围这六个人都想收拾他 三十这一天 他传些令箭 今年要好好的祝贺 从三十开始 一直到初五 整个大放假 观想 观双份的 吃东西 双份 牛羊鸡鸭 随便吃 哎呦 这道令一下 是颇受拥护 君山这几千人 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 人们都准备好好过眠 钟雄呢 就在自己的内书房 也是盛牌艳艳 哥几个又打早晨 喝到掌灯 可能那阵那酒啊 也没现在这酒这么地儿大 喝这么一天 随着上厕所 常流水 他也不醉 到了定更天左右了 志华吃着吃着 请了个假 说我到外边去看看 志华干什么呢 他 监担着重担 负责跟蒋平联络 今天是三十了 今天明天 是渡手的日子 官军来没来 另外的想方设法 不能让君山的人马有所准备 想到这 他视察了前拔寨 后拔寨 熊捕寨 中拼拔寨 但是感觉到特殊的是什么 他到了前拔寨一看 前拔寨的军兵没过年 都在雪地里的站着 整齐严肃 各拿个刀枪 这什么意思 又到了左拔寨一看 也是如此 志华到了眼前 把当头的叫过来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 哎呦 志爷 他 这这这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谁让你们在外里集合的 嗯 是我们这先锋官 先锋大人 他是谁 飞刀将助养 他方才给下了个通知 说是大过年的 不能因为吃酒 带醉 耽误正事 说最近外边风声紧张 说什么官兵还要来 武汉三镇一带 发现大兵 让我们住点意 在这严镇一带 酒也不让喝 肉也不让吃 注意啊 怎么以前 我没听说这么个人 以前他就是这儿的 后来赶跟襄阳去开会 最近襄阳王又把他派回来了 刚来 他说他还要见大帅 志华心里一动 意想坏了 遇上麻烦了 真要遇上住影这种人 整个我们的计划 全都破灭了 但是他眼睛一断 记上心头 弟兄们 这是何必 他住影算干什么的 我说了算 谁不过年呢 哪那军队啊 干什么草木皆兵 弟兄们 三四吧 回到屋里该吃吃 该喝喝 大帅怪下来 有我的 还得说 智爷 对对对 多谢智爷 谁乐在外的动作 哇 又都解散了 智华走到哪里 把哪里都解散了 这样 宋军开道 才能畅通无处 智爷想到这 转身回去 见着忠雄 把这事讲了一遍 这阵忠雄 就有四层罪 忠雄一听什么 住影又回来了 呵 臭无赖 又跑到我眼前来 真是可气 大过年的早不顺序 这六人就问 我哥哥您这话什么意思 哎 别提了 各位贤弟啊 这襄阳王赵爵 对我信中的不放些 表面上跟我合作 实质上 竟瓦解我的人哪 他还不断的 望我身边安插亲信 贤者的毛毛 还有我说这祝阳 就是他派在我身边的耳目 监督我的行动 赵爵这么干 我能跟他合作吗 哎 我能跟他换心吗 早早晚晚有一天 我非把他甩掉不可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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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了一把特大号的钢刀 抬着黑色的斗篷 还一进了一股冷气 灯火头闪了半天好像没灭了 大伙不认识 书中代言是谁啊 就是那个猪影 他进了屋一看 我这屋真热闹 响起脚生的炭火盆 这屋里温暖如春 正中央摆着席 这些人坐了一圈在这吃着 猪影灭带敌 看了一眼来到钟雄的面前 大帅 我回来了 钟雄正对他不满意 把酒杯一放 哦 什么时候回来 我回来的时间不长 侧来向大帅报道 哈哈哈哈哈哈 祝将军 你还用跟我报道吗 你是襄阳王面前的红人啊 来去自由 何必多此一举 大帅 请您不要过意 不管怎么说 您是袁帅 我是您手下的战将 我能说不跟您打个招呼吗 那算了 既然如此 我知道你回来 就拉倒吧 退了下去 是 大帅 我还有点事情跟您说 说吧 呃 朱阳王周围看看 竟外人怎么说 请大帅高声一步 能不能跟我到没人的地方去说 不必 做事情光明磊落的 干什么那么偷偷摸摸 朱阳啊 我告诉你 看着呗 在座的都是咱们自己的人 我有什么 跟他们说什么 军机大事 都是跟他们哥几个商议 还有什么被人的 你就说吧 我 朱阳为难 但是钟雄说的这 他又不能不讲 呃 大帅 据卑之所知 武汉三镇一带 宋军是圆圆开道 据细作报道 足能有好几万人 另外还准备的战船 是不是有意攻打咱们军山 也未可知 邱大帅早做准备 哦 我听说了 不要大惊小怪 兵来将当 水来吐吞 有什么了不得的 哎 算了 不就这点事吗 不 还有点事 大帅呀 这 人心割肚皮 做事良不知 画龙画虎 难画虎 知人知面 不知心 您 可要注意 本来助影说话是好意 钟雄一听 桌子一排 叹 钟雄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哎 你指谁说的 我尿了你的狗 咪 咪 好 我尿击 我尿呆 你 不得